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连接大西洋和地中海的直布骆驼海峡 许多鱼类品种都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 传统上 这里的渔民都是单独作业 其增长和发展的机会 以及溢价能力受到严重制约 但现在 他们成立负责渔业合作社的决定 给他们带来了政府的支持和其他新的重大机遇 因为小组的组结和该项目带来的合作精神 帮助他们获得了价值2000欧元的土地失败 而这些失败 确实改善了他们的工资环境 并降低了开词 作为集体 组员们能够以优惠的价格购买燃料 耳料和冰块 并共同决定如何安排其工作和销售活动 一条较大的金枪鱼可以卖到1000多欧元 即使每年有5个月的时间 他们不能捕鱼 但是在丰收的金枪鱼捕捞季节 渔民赚到的钱足够支付全年的开销 尽管如此 由于基础设施有限 资源日益枯竭 渔民们并不是在所有的捕捞季节都能瞒载而归 因此 粮农组织和地中海手工渔业项目支持的蜂蜜产销培训 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在淡季获得额外收入的机会 我是一个渔海打交道的渔民 为了获得额外收入 我们接受了养蜂的培训 能有另一外工作是件好事 经济鼓励措施带来实效 由于对该地区出产的鱼品和蜂蜜需求量很大 组员们对其生活状况的改善充满信心 在蒙古 林地是当地社区粮食和生技的重要来源 但是 近年来对木材的需求 人文的火灾 采矿和过渡放牧 以导致林地大面积消失 树木被非法啃伐 稀碎和河流开始干枯 这是我们意识到出现的问题 为此 当地群众决定成立森林用户小组 该小组接受了森林评估和管理等各方面的培训 随后 他们制定并实施了自己的行动计划 我每周巡查两次并定七项小组报告我所看到的情况 我们依赖森林和我们拥有的自然资源 而且我们知道 我们要一起看护他们 森林属于子孙后代 是我们留给孩子们的遗产 当地社区通过携手努力 有效地遏制了非法活动和森林火灾 他们不再依赖外部力量来保护他们的环境和生计 马尔森林是肯尼亚最大的水塔 它在雨季收集雨水 并在旱季江漆排出 它被当地人称为上帝的浴室 对整个地区的供水极为重要 2007年选举后发生的暴力事件导致1200人死亡 50万人无家可归 成为政治和社会争议的热点 作为农民的阿尔梅达马克利也是受害人之一 虽然我的房子没被烧毁 但我亲戚和周围其他人的房屋却未能幸免 包括屋里的一些东西 我现在一无所有 牲口没了 一些被偷了 剩下没几头也得卖了 因为我要远走他乡 阿尔梅达后来回到家乡 并参入了农民协会和农民田间学校 这里汇集了来自同一个群族的人 而就在数年前他们还在打仗 我们已经掌握植树和种粮的技能 目前在这个集体中 我们希望能团结一致 共同努力 我们可以在一起交谈 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聚在一起 对于世界各地在农业各区域工作的人来讲 合作社和生产者组织代表了七成员的利益 促进社区和睦 此外 合作社销售的农产品达到全球农业产量的近一半 大大促进了粮食生产和收入 也促进了全球经济 民主 平等 参与经济活动 独立 教育和关注社区发展 在正确的政策指引下 农业合作社能够为粮食安全增添保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